吃小人 你也有近日 你和他们都是一丘之设 狗冠 逃不离寡了你 你就是做这的骨头 奸臣当道 不疼不凡 我等兄弟在供举大义 为的就是 体贴行动 今天继续更新《水浒战》 众所周知 它是在没有英雄主义框架的世界中 一个个分之踏来而有状怜的悲剧 不愧为四大民族之一 接下来是一些声明 它们极其重要 如果你第一次观看本期的节目 可以暂停看一下 上期 宋江在兄弟们的营救下 成功私立逃生 本期 活出黄文饼和遇九天玄女的名场面就要来了 宋江会如何报复仇人黄文饼呢 之后 他在梁山的新生活过得如何 又为什么会遇见神仙娘娘九天玄女呢 上回说到 宋江因黄文饼告发反尸 而险些被处斩 幸好有炒盖 李逵等兄弟劫发场 他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版中 众人逃到白龙庙 顺便把始作俑者黄文饼也抓来 并就地处决了 但原助理 其实废了诸多屈者 这段故事叫做 宋江智取吴威军 张顺活捉黄文饼 话说 白龙庙小聚会后 外面的五七千官兵也杀到了 虽然好汉这边加上小喽啰 只有14050人 但他们却实习高涨 打算杀进江州军马 再回两山坡 李逵一马当先 轮着板斧 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 花蓉担心他受伤 便取出弓箭 射翻了敌人的马军头领 这一箭 很快让官兵们自乱了针脚 白绘本里写道 好汉们杀得那官军失衡遍野 血染江洪 猫住程度上 还真应验了宋江当日写下的 血染巡洋江口 江州军马急忙退路城中 避闻不出 好汉们一时也无法攻入 便决定先到慕红慕春的庄上休养 宋江对黄文饼恨得咬牙切齿 便想请梁山兄弟帮忙 现在去攻打吴维军 找黄文饼报仇 但朝该认为 此番能从江州全身而退 只因是突然袭击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眼下官兵已经有了防备 不如先回梁山 救济人马 并叫上吴勇 公孙盛和林冲勤明 到时再打江州和吴维军 也不晚 不过宋江觉得 如今离开 将来不一定能打回江州 一是山摇路远 二是官府有了更多准备时间 必定会发公文 让各处戒备 因此 现在乘胜追击 才最好下手 我们一股杀过去 一举拿下 现场的花容认为这有道理 但他也指出 如果要执行的话 还需要一个人 去吴维军 摸清黄文饼的住处 并打成薛勇到处卖艺 江湖经验很多 便毛遂自荐 去自探情报 小弟多在江湖上行 此处吴维军最熟 五天后 他领患了一个手臂细长的高个子 这人姓侯明剑 绰号通碧园 白汇本写他 黑兽身材两眼鲜 至高胆大 性如眠 金湖第一裁缝手 侯剑人称通碧园 侯剑是薛勇的徒弟 擅使枪吧 另外 别看此人外号有个圆字 但他并非五大三粗的汉子 反而很擅长 做精细的裁缝工作 未来 他将成为梁山的针线火担当 侯剑新人在黄文饼家做衣服 比较了解情况 他说 黄文饼心肠歹毒 专行恶事 所以城中都换他做黄蜂刺 但他的亲哥哥黄文叶 却是大善人 常常修桥补路 福威济困 因此被称作黄佛子 宋江虽很仇人 但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 便道 只恨黄文饼那贼一个 却与吴维军百姓五干 他兄竟然仁德 亦不可害他 休叫天下人 骂我等不仁 众弟兄去世 不可分好侵害百姓 宋江为攻打吴维军 捉拿黄文饼做了周密的部署 首先是准备了五条大船 八九十个沙土布袋 和百石树入围干柴 然后提前派侯剑 薛勇白胜去五威军城中藏起来 到时候做内衣 而石勇杜仙则扮作乞丐 在城门左边埋伏 伺机而动 当晚 他名猪桂宋万 在沐家庄留守 同盟驾快船去探路 然后自己带着其余好汉和小喽啰 分别乘五条大船 靠近五威军 但同盟确认城中五动紧后 宋江就先让小喽啰 把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堆到城墙边 接着张衡三软两同手传接应 集与好汉一起往城边而来 在靠近城门时 宋江又让人放出带铃伯鸽 这只鸽子是个暗号 躲藏城墙上的白胜见到鸽子 便在近黄炳家的那片城墙 插上一条白绢浩带 提醒兄弟们往上来 就这样 在白胜的接应下 众好汉踏着堆叠的沙土布袋 带着芦苇干柴翻上城墙 进了城中 直奔黄文炳家 此时 侯剑薛勇正在那里等着兄弟们会合 黄文炳和他哥哥黄文叶的家离得很近 中间只隔了一个菜园 宋江便命人在菜园里点燃了芦苇干柴 埋伏在城门边的石勇渡谦 一箭火光 并用尖刀杀了把门的军人 再劝退要来救火的百姓 与此同时 朝盖宋江等人也敲响了黄文炳家门 恍生他哥家里着火 要过来寄存东西 待对方一开门 众人就冲进去 把他一家大小四五十口 接近杀了 不留一人 并夺了他的全部家财 但即使杀了这么多人 却并没有见到黄文炳 因为他此时没在家 而是在对岸的江州城里 与知府菜九一时 不过俗话说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黄文炳见吴维军方向火光冲天 便急忙乘船回去 乃至开船没多久 竟应该遇上了昆江龙李军 黄帆寅即使 从船上跳进水里 但这时 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 把黄文炳披腰抱住 蓝头揪起 扯上船来 此人正是浪里白条张顺 就这样黄文炳被活捉到了木下庄 此时 宋江已从吴维军回来 他看着眼前仇人 破口大骂 并说 今天自己就要拔了这个黄蜂刺 无耻小人 你也有近日 黄文炳知道囚牢已经没用 便说 小人已知过失 只求早死 李逵第一个跳出来说 要做刽子手 为哥哥报仇 而且他肩黄肥胖 便提出了一个极其残忍 且痛苦的刑罚 那就是 把黄文炳吃了 朝盖也赞同这一做法 还说 取把尖刀来 就讨盆炭火来 细细地搁着丝 烧来下酒 与我贤弟笑着怨气 于是 李逵便把尖刀先从腿上搁起 剪好的就当面炭火上 炙来下酒 搁一块 炙一块 搁完了肉 李逵又取出黄文炳的心肝 给住头领做了心酒汤 宋将大仇得报 不过也犯下大罪 无处其身 只能跟着朝盖回两山 而他在江州结识的兄弟们 也都愿意同我 就这样 出柜送外先回山寨报之 剩下的二十八个头领 则坐五个小队出发 相隔二十里行进 第一小队行至黄门山 宋将看这里形式怪恶 可能有强人 便建议五个小队聚起再走 但这时 却突然出现了四个凶狠大汉 声称要留下宋将 会式的只留下宋将 都饶了你们性命 宋将当即挺身而出 跪在地下说道 小可宋将被人陷害 冤屈无声 金德四方豪解 救了宋将性命 小可不知在何处 触犯了四位英雄 万望高抬贵手 饶恕惨生 但那四个大汉 见宋将跪下 竟慌忙扔了兵器 滚岸下马 飞奔过来 那头变爱 想来你已经猜到了 这四人也是宋将的米弟 在此等候多时 只为见偶像一面 他们分别叫做 魔云金翅欧鹏 神算子蒋镜 铁笛仙马林 九尾龟陶宗旺 宋将是何许人也 自然不计浅浅 还让众好汉与四人 一起吃了一夜酒 自然 次日上山的队伍中 便又多了四位好汉 众人浩浩荡荡 满载而归的 回到凉山水坡 这也就接上了央视版 水浒川的剧情 水坡上的凉山 对于爱自由的李逵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堂 他也想到今后的生活是 大乘分金饮 大碗吃酒肉 便仰天开怀大笑 这里有吃有喝 宽敞快活 连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啊 但宋将却苦着张脸 始终一言不发 似乎有什么心事 很快山寨到了 吴用林冲两位大头领 专程出来迎接 有功名哥哥在 日后水泼凉山 必大兴大胜啊 用了一起来来至于厅 共同十九庆祝 曹盖要请宋将喝第一碗酒 吴用则对宋将说 曹盖哥哥曾谈到 若能救得宋公明 必请他来做梁山第一把交椅 阮氏兄弟听罢 变了脸色 宋将也没有接话 只对曹盖表示 宋公明多亏兄长救的姓名 况且自己又无辜无路 怎么能做债主之位呢 哥哥 你再提此事 宋将情愿去死 贤弟 宋将一番推让 贤弟 最后还是把曹盖哥哥 请到了主位 请 入座 电视剧看到这里 可能你会觉得 宋将与曹盖之间的关系 有些微妙 不过其实 原著中的描写 是有些不同的 首先是 宋将上梁山时 并没有闷闷不乐 白贵本写他 心中甚喜 鱼鹿在马上 对曹盖说道 小弟来江湖上 走了这几遭 虽是受了些惊恐 却也结识得 这许多好汉 今日同哥哥上山去 这回值得死仙他地 与哥哥同死同生 其次 想让宋将 做第一把交易这句话 并不是从 无用嘴里说出 而是一把手 曹盖亲自说的 他的理由是 当初多亏了宋将的通风报信 才有如今梁山2.0的诞生 另外 书里没有明显在场其他人 听到曹盖让位时的反应 只说宋将坚持不肯做 再三推辞 最终是曹盖做了第一位 宋将 判断的好汉则做右边客位 看之后出力多少 再另行拼夺 众人起到 哥哥言之其当 至此 梁山上共有四十个头领 据一听里 兄弟们纷纷落座 宋将便和大家解释起 黄文炳是如何编造实举陷害他的 那时的上句 浩国阴家木 刀兵点水公 是说 浩散国家钱量的人 必是家头找个木子 行动刀兵之人 必定是三点水找个公子 把这两个字合起来 正是宋将 而下句 纵横三十六 拨乱在山东 也和宋将的籍贯 山东运程对应了 吴飞说我宋将 要造大宋朝廷的反 李逵跳江起来 说 正应这天上的言语 造反帕子弟 宋将哥哥姓宋 如何做不了大宋的皇帝 不如杀去东京 夺了鸟位 不强似在这鸟水坡里快活 听牛 不得胡说 宋将训斥他不得胡说 到了梁山 就要听朝盖阁的号令 不可耍镜子 再胡乱言语的话 就割下他这颗黑头 以警扣人 李逵探道 若割了我这颗头 几时再长得一个出来 我只吃酒便了 这几句经典台词非常出名 但与书中原话略有区别 首先原著里 李逵并不只是为宋江夺位 而是说 朝盖阁阁便做了大皇帝 宋江阁阁便做了小皇帝 吴先生做个丞相 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 我们都做个将军 另外 训致李逵的也并非宋江 而是戴松 他要铁牛收起性子 听两位头领哥哥的号令 在这场气愤欢乐的沿袭后 山寨里依然连日杀牛仔马 大肆庆祝 但宋江却忧心忡忡 突然提出 他要下山一趟 接下来 他将有一段奇幻的经历 书里叫做 环道村寿三卷填书 宋公敏与九天玄女 但羊水并没有拍 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 原来 宋江南行闹江州的事 会连累家中老父 便想立刻回宋家庄 接父亲上凉山 但为避免人多暴露 不适合带梁山兄弟同去 所以他坚持独自下山 宋江平时总是散发着 运筹帷幄的首领旗帜 但其实 他个人的体数也不差 不仅会是枪棒 还会非常灵活地隐蔽自己 比如到达宋家庄市是早晨 他就在林子里潜伏至深夜 才敲向家中后门 以免被人发现 带来印门的弟弟宋青 却告诉他 官府派了一两百个士兵在巡逻 完全封锁了此地 只等江州的居布林一到 叫捉拿宋太公和宋青 未经之际 只能去梁山搬酒兵 宋江惊得一身冷汗 不敢进门 转身便往梁山坡赶 但很快 他就被巡逻的官兵 赵能赵德发现了 宋江休走 宋江一边逃跑 一边坦道 不听朝盖之言 国有今日之祸 皇天可怜 垂就宋江 这时 慌不择路的他突然来到一个村口 侧地换作环道村 因为这里团团都是高山峻岭 只有山下一遭箭水 中间单单只一条路 所以 即可出都只有一条通道 一个口 宋江如果被堵在其中 就相当于被瓮中捉鞭 无路可逃 但追兵已至 他只能硬着头皮 尽存躲藏 穿过一片林子 他见到一座陌生古庙 这庙相当破旧 百回本里写道 供床上蜘蛛结网 香炉内 蝼蚁迎科 狐狸长睡 只如中 蝙蝠不离 神杖里 但宋江一听到 棺材追来的声音 无奈之下 他只能钻进 安置神像的神厨里躲藏 气也不敢喘 屁也不敢放 不知是不是 这庙里的神仙庇佑 官兵进来搜查一番 竟没有注意到神厨 宋江高兴地暗暗谈道 却不是天性 结果刚探完 观察赵德就把火把 照向了神厨 但这时 他手里的火把 却火焰冲降起来 冲下一片乌尘来 正落在赵德眼里 迷了眼 赵德一脚踩灭火把 出了庙门 只吩咐手下 守住村口的唯一通道 走 宋江躲过一劫 不禁感慨 却不是神明护佑 若还得了性命 必当重修庙宇 再见祠堂 阴灵保佑泽哥 结果刚说完 官差又冲进了庙里 因为他们发现 庙门上有两个成熟记 推测 一定是宋江刚才推门而入 便想再仔细搜一搜 宋江彻底绝望 觉得自己死定了 但就在官兵们即将搜到他时 庙里却突然刮起一阵怪风 瞬间飞沙走时 愣得人毛发疏力 官兵以为是神明动怒 吓得慌忙逃出古庙 蹲守在村口处 宋江争烦恼 接下来该怎么逃走 这时 突然有两个仙气飘飘的 亲衣女童出现 说要带她去见娘娘 宋江非常疑惑 但仍跟着来到了一座 极其华丽的宫殿 而宫殿内的七宝九龙床上 正端坐着一位神仙娘娘 只见她 头碗九龙飞凤记 身穿金履降翘衣 蓝天玉带夜长居 白玉规章秦彩组 脸如莲鳄 天然眉目印云环 纯似樱桃 自在规模端雪体 犹如王母燕潘桃 却似长蛾居月殿 正大仙蓉描不就 威严形象 化难成 宋江见到这位娘娘的样貌 知道她一定是神仙 便非常紧张 但娘娘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不仅请宋江饮了三杯仙酒 吃了三杯仙枣 还叫她新竹 之前我们曾提到 《水浒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业绩 梁山108号汉 都是天上的天刚星和地上星 并且对应着第一回中 被红太尉放出的 108个魔君 而宋江上映天魁星 正是其中的领袖 所以被称为新竹 之前 正是因为魔君们摩西未断 道行也不够深 玉皇大帝便将他们发下天界 那他们要怎么重新回去呢 神仙娘娘正是来为新竹 致命前路的 他赠予宋江三卷天书 要他与天机星无用 一起研习其中的奥妙玄机 并在功成之后焚毁 不可留在人间 而所谓的功成 就是要他们 替天行道 为主权忠让义 为臣俯国安民 去邪归正 他日功成果满 作为上卿 意思是 宋江要带领大家改邪归正 方能重回天界 但同时 娘娘也提醒道 如果他们没有做到 就将被打下封都 业绩 因曹地府 谁也救不得 此外 娘娘还留下四举天言 玉宿重重喜 风高不是凶 北忧难至木 两处见其功 并祝福宋江 如当祭曲 终身佩寿 勿忘于心 勿谢于世 这四举天言 乃至此次与神仙娘娘的会面 都将对宋江日后的行为 产生巨大影响 并且 也是解读水浒传主题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妨留到视频最后 再详细展开聊了 说回故事 神仙娘娘说完了话 两位仙童就带宋江离开了宫殿 并在他走上倾施桥后 一把将他推下水 宋江大叫一声 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还在神处里 他以为面见神女 不过是难科一梦 结果却发现 自己口里留有酒香 手里握着三个草盒 袖子中也真的多了三卷天书 之后他发现 此地换作玄宇之庙 其中供奉的九天玄宇 与宋江梦里见到的那位娘娘 简直一模一样 这里提到的九天玄宇 是道教供奉的高阶神仙 也是一位正义之神 传说他不仅通晓各种法术 还深谙军事逃略 那么他留下的天书 是否是与军事方面有关呢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故事中再讲到 宋江离开仙境的时候 仙童曾指点道 天明时自然脱离子孙之恶 于是宋江等到天亮 才出庙门 但走没多远 他居然看到一对官差 尖叫着飞奔而来 宋江许死道 又不计了 结果却发现 竟是一个黑大汉 抡着两把蓝斧 在追官差 没错 正是黑旋风李逵 原来 朝盖担心宋江安危 便带人赶来接应 刚好杀散了这些官兵 至此 宋江终于得救 他的家眷 也被卸上了山 宋家父子终于得以团聚 其他签卷不在身边的头领 见到此情此景 不免有些触动 公孙盛便是其中之意 他还专门提出 要请假三五个月 回老家济州探望母亲 只是 李逵一个黑汉子 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干鸟气嘛 这个也去取爷 那个也去忘羊 偏铁牛是土爵坑里钻出来的 李逵说的自食气话 原来 天杀星李逵 也想亲自把家中老母 接来梁山享福 只因 他是个孝顺的人 但宋江却说 使不得 因为铁牛脾气火爆 就算有人陪他去 也搞不定他 而且江州一闹 官府必定会原籍击补 黑炫风的模样 又太显眼 很容易出事 但李逵却罕见地 顶撞了顾民哥哥 说 哥哥 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 你的爷 并要许上山来快活 我的娘 由他在村里受苦 捂的 不是气破了 铁牛的肚子 李逵说的 确实有一定道理 宋江没办法 只能让他 答应自己三个条件 放口下山 而这 也就接上了 央视版 水壶专的剧情 铁牛独自下山 去依我三件事 第一 路上不可吃酒 第二 悄悄接了娘 便回来 第三 两把板斧不要带去 免生是非 铁牛觉得这不难 便也一一答应 众伟哥哥 铁牛走了 虽然李逵下山了 但山上仍十分热闹 所谓柴多火焰高 梁山迎来山东及时雨 笑意黑三郎后 盛世大增 不过 在央水版中 宋江已经考虑到了 长远未来 他认为 兄弟们光有个意思不够 还要名正言顺地 继续做他做强 于是 他找人在一面旗上 秀了四个大姿 替天险道 并在众兄弟面前 发表了一通演讲 说没有人 生来就是强盗 无非是奸臣当道 残害忠良 大家才会被逼上梁山 谁又愿以落草为寇 脸上刺着两行精英呢 众兄弟在此共举大义 不是为了打家结社 杀人放火 而是要除暴安良 辅国安民 匡扶正义 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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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诸人听得热血沸腾 纷纷响应宋江的号召 而这面黄色大旗 也被悬挂在了梁山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 原住是宋江在朝盖死后 接替第一把交易时 才立起这面 替天行道的新黄旗 并当众发表了一番演讲 并没有电视距离这么早 另一边的李逵 已经来到以水县城 离家不远了 但就是 他注意到城墙上 撇了一张榜文 罪犯李逵不禁不害怕 还挤在人堆里 笑着欣赏自己的通缉令 拉走李逵的 正是汉底呼吁猪贵 他和李逵是老乡 比较了解当地情况 所以宋江叮嘱他 专程来照看 李逵被猪贵 带到了他亲兄弟 猪父的酒店 结果铁牛一进门 就把与公民哥哥的 三个约定 抛到了酒消云外 不停地要酒吃 猪贵拦不住 只能由他痛饮 吃饱喝足 还得继续赶路 猪贵不能通往 便叮嘱李逵 回家要走大路 千万别走小道 因为小道上不仅有劫匪 更可怕的是 还有许多大宠 但李逵性自己 根本不听劝 李逵为快速回家 执意抄了小道 路上突然跳出一个大汉 喝到 失贿地留下买路钱 免得多了包裹 李逵问他是什么人 竟敢在这里接到 那人说 若问我名字 吓碎你心胆 老爷叫做黑旋风 吃爷爷衣服 李逵一招打倒冒牌货 正想活寡了这个 辱墨自己名头的小人 但对方却囚饶到 此人说 自己叫李鬼 之所以冒充黑旋风节道 其实是为了供养 家里90岁的老母亲 如果自己今天命丧于此 母亲也会饿死的 李逵是个十分孝顺的人 百回本里写他 许子道 我特地归家来娶娘 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 天地也不佑我 于是 天杀姓李逵难得起了侧隐之心 不仅饶了李鬼的命 还送他不少银子 回去给老娘弄点吃喝衣物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李逵继续赶路 途径一间草屋 屋里只有一个女主人 嫂子莫怕 按时过路人 铁牛肚里饥饿 便拿些钱给这女子 请她帮忙做顿酒饭 酒可没出卖 有饭就行啊 这肚子快饿出鸟来了 妇人虽然害怕李逵 但见对方不仅没动粗 还给了一大订银子 便爽快答应煮三生米 还要再去弄些肉 给李逵吃 逃便多逃些来 有的是银两年 但这时 李逵却出现在了门外 妇人还管她叫当家的 原来 李逵根本没有酒勋老母 倒是有个妻子 夫妇俩一合计 发现屋里作者的正是李逵 两人便计划在菜里下药 麻烦她 这样 一来可以拿了李逵的金银 二来 还能把她送去官府 再换更多赏钱 值三千块了 殊不知 李逵刚巧出来禁手 完完整整的听了这些话 他怒火中烧 觉得 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 又饶了性命 他倒又要害我 这个正是情理难容 于是李逵撤出腰刀 一刀结果了李鬼性命 但要去杀那妇人时 他却已经跑得没影了 百回本中 杀李鬼这段之后 还有几个细节 李逵砍下李鬼的头 又把他家里的财物 搜刮了个干净 连自己刚才送出去的 那定银子也没落下 这是锅里的三生米也熟了 只是没在下饭 李逵扒拉了几口 自笑道 好吃看 放着好肉在面前 却不会吃 接着便用刀 从李鬼的腿上 割下两块肉 洗干净后烧了吃了 最后 李逵又一把火烧了尸体和屋子 放在离开 以上涉及的 就是水浒传百回本 第41回和第42回的故事 包含了央视版的第25集 本期 宋江玉九天玄女的情节 具有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 而玄女娘娘所说的话 也与后面的剧情有很大关系 比如他提到的 如可替天行道 为主权忠仗义 为臣俯国安民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未来梁山的发展和昭安 至于前两句真言 玉素冲冲戏 逢高不是凶 其中的素 应该是这促成昭安的 素原景素太尾 而高则是指高求 虽然两人的立场不同 但真言却指出 遇到他们都不是坏事 另外 真言的后两句 北忧南志木 两处见其功 有不同版本 但意思是一样的 百回本里就是前两句话 一指 昭安后的争疗 和平定方拉的两次行动 是其功 而120回本 则因为多了 真讨田虎王庆的情节 所以这两句真言 也相应改成了 外移及内扣 几处见其功 如果总体来看这段情节 可以看出 其实是九天玄女 号召宋江 昭安和出兵的 甚至要求他 必须率领大家这么做 否则就会 最下风都 但昭安和出兵 又并非完全的牺牲 因为达成去鞋归正后 他们就可以功成圆满 作为上情 这 对于被天界伐下的 魔君来说 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不过 九天玄女出场的段落 比较玄幻 与水浒传大部分时间的 现实主义风格 有较大区别 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水浒传主题 执中议论观点的人 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九天玄女 是一个上级的神仙 他的话不可能是错的 所以这个玄幻段落 正是合了水浒传 执反贪官 不反皇帝的 中议大主题 是以超自然的 更高一级的叙述视角 为凉产之后的 接受招安 定下了基调 与此同时 他们认为 九天玄女的话 也首次直接点明了 一条水浒传的暗线 那就是改邪归正 前面提到过 好汉们一开始是 魔性未断的 118个魔君 他们要带着这种魔性 轰动宋国乾坤 闹遍赵家设计 但最后 这些好汉会转变成 保家卫国的中义英雄 而转变的过程 就是水浒传 改邪归正的暗线 后闻九天玄女 第二次出现时 也有再次强调这个暗线 说 无知所言 如当密寿 保国安民 勿生退会 天凡有限 从此永别 他日穷楼金雀 别当宠慧 当然 有很多人认为 这段和前后文 风格不符的 玄幻的九天玄女故事 是一种机械将神 他给这些好汉 生造了一个动机 并直接以超自然力 决定了他们之后的目标 但持中艺术的人 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们觉得 水浒作者早在第一回 就埋下了伏笔 说 却不是一来 天刚星何当出世 二来宋朝避险忠良 三来凑巧遇着红杏 岂不是天术 魔君将士和避险忠良 显然是对应了 好汉们故事的两个阶段 而天术 也暗和了故事的 超自然氛围 因此支持终于说的人 便认为 九天玄女这段潜在的意脉 全书一直有铺垫 只是在这里才点名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九天玄女对于宋江的意义 之前的视频里 曾提到一种观点 宋江虽然性格复杂 却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分别是白 黑白摇摆 以及白回来 中间这个黑白摇摆的阶段 便是从杀害颜婆西 到遇见九天玄女之间 他 杀人 在清风山钻清明 还组织大家上梁山 显然是第一次黑化 直到被父亲的信 拉回来为止 而这次 他又与好汉们大闹江州 杀了黄文饼 正是落草梁山 又是偏向于黑 于是 九天玄女便亲自为他指明了前路 让他彻底靠别迷茫与挣扎 同时 也明确告诉读者 宋江正是作者 以神仙之名指定的 来帮助梁山好汉 退训魔性的新竹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九天玄女受天书给宋江的桥段 并非只是水谷作者的个人意愿 其实 早在成熟于元代的讲史画本 《大宋宣和仪式》里 就已经有提及九天玄女了 只是相对比较简单 话说宋江被宽兵抓捕 无奈躲进宋家装屋后的 九天玄女庙 结果出来时 却发现香岸上放着一卷天书 上面提有四句诗 破国阴山木 冰刀用水弓 一招冲降领 海内耸威风 显然 前两句是在暗示宋江的名字 后两句则预示他将来回 带兵作战 此外 天书还写有36个代出号的姓名 并附置一行字 天书赴天罡院36元猛将 使忽宝义宋江为帅 广行忠义 舔灭奸邪 另外 宣和仪式这段 还可以帮助解答水浒专案中的一个小bug 那就是 原文中 九天玄女把天书交给宋江时 只说让他与天机星同观 其他人皆不可见 但并没有点名天机星就是无用 但宋江之后就与无用同观天书了 但矛盾的是 以宋江的视角来说 他若是要知道无用对应天机星 应该要等到大剧以前的天降时节 因为这块时节上的碑文 第一次明确了108人对应的星号 并排好了最终的作词 于是 有人猜测这个bug意味着 水浒专列的天书 可能和宣和仪式一样 点出了众人的名号 所以宋江更早一步知道了大家的星号 不过当然 这只是一个推论 原文并没有明说 好了 本期宋江正是落草凉山 以他为主角的剧情也暂告一段落 下期 一大波星好汉即将解锁 李逵背母 以及潘巧云私通和尚 陪如海的名场面也要来了 孝顺的李逵 能成功见母亲上梁山相福吗 潘巧云又是何方神圣 为何常常被人用来 以颜泼西潘金莲相提并论呢 预知后事如何 接听下午分解 太棒了 群짝 恼 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